森林大会 谁是最快乐的动物 小麻雀不停地向着森林里面飞 飞呀飞呀 飞过了高山 越过了小河 它要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遍整个森林 途中小麻雀遇见刚刚回家的猫头鹰博士 早晨博士 在这里见到你真的好了 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通知你 请你明天早上在湖边集合 听大将叔叔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到时你一定要抽时间出席呀 猫头鹰博士就回答 这个这么重要的会议 我一定出席的 对了 你一定很辛苦了 不如等我帮你通知森林里面的猪猫 那你就可以去通知其他动物咯 好呀 麻烦你呀博士 真是不知道怎么多谢你了 于是 小麻雀继续飞去森林里面 它碰到小鹿 就跟小鹿说 小鹿你好 请你明天早去到湖边集合 听大将叔叔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好 我一定去 辛苦你了 不如等我帮你通知森林里面的动物咯 小麻雀多谢小鹿之后就继续他的传信任务 而小鹿更加马不停蹄地向着深山里面跑 它越过深谷 走过草原 碰到小兔子和其他小动物 于是 将将明天森林集会的消息一一告诉他们 第二天早上 深林里面的动物已经在湖边齐集 期待大将叔叔宣布的好消息 庄与其他小兔子和其他小兔子和其他小兔子 在山坡上 用沉口的声音 和大家宣布 各位 你们好 好多谢大家出席这个大会 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森林已经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了 从今以后 大家可以更安心 更快乐地生活了 好消息响片森林 所有的雀鸟愉快地飞舞 猫头鹰博士行到大将叔叔旁边 和他小小声商量之后 就大声地说 请大家静一静 我有说话跟大家讲 为了保证我们自然保护区的安宁和幸福 我提议大家分工合作 和选出一个首领 将我们的家园管理得更加美好 小朋友好啊 不如想问大将叔叔 大将叔叔比较好点 我也是这样说 大家一致推举大将做首领 大将叔叔都义不容辞 森林里面揚入着一片热闹的气氛 大将叔叔走出来说 我真是高兴 大家都能够主动参与管理森林的工作 你们知不知道 森林里面 谁是最快乐的 若果森林里面每个人都快乐 我就是最快乐的人了 最快乐的人了 我家团队长的路日子 我认识了 这个下集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